大家午安 大家好 人家說有魔鬼的身材 其實 不只說身材有線條 臉部也要有線條 尤其女人 如果上了年紀以後 地心引力太恐怖了 那個線條都會 再加上很多體內的 一些膠原蛋白流失掉 所以 細紋也來了 再來 這兩塊也掉下來了 黑斑也來了 怎麼辦呢 當然現在要有很多的東西 可以幫助你內服 外插 可是還是希望說 有什麼辦法可以再補充它 然後很快恢復到 無處不美 無衣不美 無時不美 好的 今天就有人來跟我們分享 怎麼樣美麗 我們請到我們的特別來賓 貝羅 貝羅姐好 是素顏 好 另外這一位是 文英 美鳳姐好 大家好 好的 那麼怎麼樣讓自己能夠 在某一些方面 很快就幫助我們 把線條拉出來 很多的資訊方面 我們就要請教我們了 楊智賢 楊燕子好 大家好 好的 好 首先 我先來請教一下 兩位美模擬 你是主師爺 我主師爺 好不敢當 不過你都比我還年輕 但是既然這麼這樣 你幾乎都是裸妝來的 我請教你差不多幾歲嗎 我 這十五歲你皮膚超好的 哪有 真的 然後呢 胡怡呢 我 我四十八歲 然後三個小孩 最大的快 胡怡 你很辣 你三個小 來 看一下 看一下 超辣的 前面三個 這個 待會兒不能放薄 要跟我說你是怎麼保養 一定會的 有的時候 有時候打扮 還有髮型 尤其妹妹頭 我看起來又對著 就會改變一個人 對 不過你的線條 臉的線條 兩位都是保持得非常好 兩位女生問完 我們當然要問一下男生 院長 請問你幾歲 我五十八歲 一片 你 怎麼可能 五十八 你比我小 女生這要不要拿出來 不可能吧 真的是五十八歲 所以說有小小的調整就 有小小的改變 因為我本來臉本來比較 比較硬 你本來比較硬 比較硬 比較大 現在就縮縮 臉把它縮小 然後臉就稍微比較好一點 就是比較稍微長一點 長一點 所以我是滿五十八歲 滿 完全不受地心引力影響 可是要怎樣縮小 對 為什麼可以 縮小 其實只要 從十分鐘 你外面就可以縮小 我舉個最簡單的例子 我們的臉比較大的時候 你的臉把它縮起來 臉把它縮起來 是變小 一變小以後你放回去 它就照到這個 彈回去了 但是你要縮小以後 把它固定一下 你的臉就 把它固定一下 臉就變小了 院長 請問一下用什麼固定 因為你說這樣子 當然可是一定會放開 對啊 怎麼可能 所以這個地方 我們可以用所謂的固定器 固定器 然後打一般來講是開刀 傳統是開刀 開刀臉的力量不夠 難怪你臉要留在中 臉會老化 主要就是法令紋 我知道法令紋 就像我作樣 各位朋友 這裡兩條比較親我 這個很傷腦筋 沒辦法 這個很麻煩 我也有 這很麻煩 其實人生的第一條皺紋 是標準的就是法令紋 因為表情多 所以美鳳 你可以把它當作 你自己是十九歲 二十歲的感覺 因為你的臉小小的 先天優良 我們只要後天補強 對法令紋給你固定以後 你就拉回二十年前 三十年前 對 固定 這個要怎麼固定 真的很好奇 怎麼固定 因為我們通常是 這個地方會深 對 你法令紋深的時候 你的臉會變得比較寬 對 變得比較寬 比較寬 那個比較寬 不可以讓我們的嘴就比較大 對 這個 這個變得比較寬 嘴會變得比較寬 因為木耳紋就造出來 它嘴才會泡泡 會沾沾 你只要把這個地方固定起來 你的臉就會拉過來 你如果沒有法令紋 你就不會有甲性爆牙 你就木耳紋就會減少 對 院長你講了一個重點 慢慢年紀有的地心引力 很多人就說 怎麼辦木耳紋 各位朋友木耳紋就是說 這裡我們本來就兩條 對 不過到時候穿著 接到這裡下來的時候 好像木耳紋 那叫做木耳紋 可是很多人 院長 像你剛才說的 是這樣 自己這樣繃 以前都這樣繃 對 對 要往後拉對不對 你往後拉的話 你往外拉的話 你的嘴巴會變寬 越來越寬 像我 這邊是向外拉的話 嘴巴會變寬 所以這個觀念就是 最近的科技有進步 觀念在進步就是說 你往外拉嘴巴變寬 你往內拉的話 嘴巴會變小 往上拉的話 臉會變上寬 下窄 恢復從前 但就是比較好奇 往內拉這個法令紋 怎麼會讓它沒有 對 我也覺得奇怪 這個很直接 我們做一個所謂的實驗 我們臉 小時候是臉小 長大以後臉會變寬 變寬 對 你只要把你的法令紋拷的地方 你這裡拷多少 你的臉就寬多少 對 你現在把這個地方往中間拉 臉也會變小 整個縮小了 就拉回從前 對 所以如果你在法令紋的地方 做填補 你的臉就變小 就會變年輕 變美麗 甚至你拉法令紋的時候 可以拉得到你的臉頰 包括你的肋溝 眼袋 還有眼下的細紋 真的 所以向中間的集中 你的臉就會變小 英文英小姐 你對你臉哪一個地方 比較不滿意 我覺得其實就像院長剛說的 因為我到了一個年紀 就會多多少少有法令紋 或者是眼尾紋什麼都 就覺得那個紋路很討厭 然後剛剛一聽院長這樣介紹 我覺得 我好想去 去給他調整一下 他說 十分鐘 十分鐘就好了嗎 十分鐘 對 十分鐘 現在的科技要解決這樣臉 這種臉要變年輕 你要臉變小 小10% 十分鐘來做就好 你不用開桌 你不用往外開 你往中間拉一下 那我們現在就是要用美模擬 看這兩位選一位來做 我們來做一個實驗 現在就可以做了 一分鐘的實驗 那我來做 我很想做 好 我來 那美鳳 妳選妳看哪一位 妳 妳覺得我OK 妳OK 我都OK 好 那就妳就 妳的Vero 妳看 對 這樣可以做 我已經已經很OK了 美鳳 妳看一下 要做表情嗎 不用表情 我們現在把臉拉過來這邊 把這塊肉移到這裡來固定 妳看這邊臉有沒有 對 可是妳現在固定以後 有感覺嗎 有 我們拉個這個線下 是直接拉過來的 對 然後妳拉過來以後 這個地方再把它打 再把它打一個微整形的材料進去 這樣就馬上進行 什麼樣的材料 對 那是什麼材質 好 微整形的材質 妳現在變成說可以選擇的材料 有三種 用微整形的材料 對 臉拉過來以後 妳可以選擇的是像 這個材料 醫學裡面的材料 有凝膠 有玻尿酸 有膠原蛋白 玻尿酸大家應該都清楚 都清楚 很久了 膠原蛋白也 這個是台灣生產的膠原蛋白 可是我沒有聽過 長效水凝膠 長效水凝膠 是說動比較久 對不對 這個動十年以上 十年以上 所以說妳這個地方 妳可以使用 譬如說妳沒有做過水凝膠的人 妳可以注射玻尿酸 膠原蛋白 因為它大概半年或什麼 就消失掉 玻尿酸 妳如果有經驗以後 妳可以用這一種 可以等五年到十年以上 院長 我有一個問題 如果玻尿酸的膠原蛋白 我都沒有做過 我也不想 我想直接做那個長效 不要 不行 不是 很恐怖 十年 妳要不然 玻尿酸妳先試一下 不行 幾個月就沒有 就算了 是這樣子 是喔 進階式的 覺得好的來做什麼對不對 我是覺得你們很勇敢 沒有 就是比較太輕 好 像這個材料 像這個材料是標準的 就是打法令紋的地方 然後它打了以後 這個地方填補 它就是所謂的 全部沒了 沒 起碼它把臉拉過來 對 拉過來了 然後這樣的一個維持的力量 差不多也在經過了十年 對 好 那那個譬如說風險上來講 對 有什麼要特別要注意 要注意 那個材料安全 對 然後有沒有什麼傷口 第一個就是 我們確定是 不要打入血管 所以一定要確認你回抽這個系統 要安全的就行 打進去的時候回抽 再回抽 確認你沒有打到血管 那是安全的 對 第二個是要固定 第三個情形是 你可以把它移位的時候 或者說你打位置不好 或者說你的美感不夠 你可以把它回抽回來 換句話說這三個點 已經確保是打得安全 對 然後第二個情形是 你打了之後 你可以摸 壓 你不能說我打完之後 不可以做三分軟 不可以洗澡 不可以按摩 你要打了之後 照樣可以按摩 對 要跟人體的自然程度是一樣的 是 對 可是醫生 我想請問他會不會 跟之前小禎美容一樣會移位 小禎美容有一點可憐的 就是以前的美女受傷 叫做小禎美容 現在美女不需要受傷 而且是要越來越美越年輕 但是現在來講 你的移位來講 你固定了兩個位置 我們美感 只要坐的是兩大位置 一個是中軸線的位置 中軸線的位置 就是在於法令紋的地方 你核心的固定 然後第二個位置叫做天領飽滿 你只要坐這個地方 你坐在太陽瀉的地方 它就降不下來 如果你坐在法令紋的地方 你萬一要掉下來的話 遇到你上嘴唇的位置爆牙 結果你打在這裡 你就不會爆牙 所以為什麼說 很多當媒婆的人都會爆牙 以前當媒婆的人 是代表他們年齡群 到一定程度的時候都會爆牙 是因為它什麼 膠原蛋白流失了 所以你這個地方 你把它填補起來的時候 相對就變年輕 因為你準備要爆牙的地方 你填補起來 你就不會爆牙 是這樣 是 那麼在院長請問一下 我想從你的那邊 那個地方就可以知道說 其實一般人都很想去你那邊 是想要改變什麼地方 什麼位置 你的統計 我想大部分的改變 都希望大臉變小臉 第二個是要年輕跟美麗同時 年輕 附帶有美麗 美麗加上年輕 所以基本上 我們的第一個動作 通常是先設定在這個 關鍵性的 就是人生的第一條作文 深的作文叫法令紋 所以法令紋 你這個地方只要填補 你的臉就會變小 拉回來 第二個位置就是指太陽穴 因為天庭飽滿 就比較不會被欺負的感覺 對 是 好 院長 你本身自己 你自己剛剛都有說了 對不對 是 你其實本來是很寬的 改變的 對 改變 不是 你要不要再說 這八年前 八年前 你怎麼現在更年輕 現在比較好一點 對 可是坦白講 我覺得你八年前也不難看 牙齒抱抱 然後下巴比較短 還有臉比較 方 就是所謂就會比較 方姿 方 這裡比較軟 比較腰 而且我覺得 現在有皮膚變緊繃了 現在往中間拉 對 往中間拉 還有現在最大的改變 是 不要笑的時候 嘴角有跟它固定 比較不會木耳紋跑出來 對 木耳紋出來 就像楊婆婆對不對 我們就這樣子 可是笑沒辦法控制 但笑怎麼控制 所以皮膚寶的人 如果嘴角開始垂 的話 我們可以在嘴角這個地方 把它擋住 你把它擋住以後 嘴角讓它上癢 你永遠不會跑出一個 深的木耳紋 那不會掉下來嗎 你下一次要掉要30年 好 它很近 可好 OK了 夠了 跟老人班長得一樣 老人班你這一次把它除掉以後 下一次要長老人班 基本上還是要曬太陽 還是要經過30年 所以皮膚寶的人 你木耳紋如果長出來以後 你再擋 你要再下一次的這一種 一樣的木耳紋那麼深 基本上還是30年 所以我自己的臉 就相對的 牙齒就不爆牙了 然後臉就變小了 然後眼睛這個地方有做填補 把它往上拉 你有填補 有整個往上揚 拉體 拉體很不少 對 很有神 沒有精神 就往上拉 對不對 跟那之前八年前 你看 對 就不整個眼神就往上 對 然後下巴的部分也是要補充 下巴我這個是用填補的方式 因為你下巴這個地方比較短 如果這個地方變長以後 對 眼睛這個就變比較瘦 更瘦 就比較 比較尖 比較淡 淡臉比較尖 對 比較立體 如果人要去找院長的話 當然會聽聽院長的想法 因為去的人一定想說 要改善 通常你會覺得怎麼樣才適合他 還是說你就會 他想要什麼 你就幫他做什麼 對 是依你的審美觀 還是客人的審美觀 對 通常我第一個建議是 你先有你的想法 先聽客人的想法 他的需求 第二個是 百分之九十五的機會 到後來會聽我的想法 因為第一個我有美感 而且我變成是你的顧問的時候 是 我們先以一個直接的例子 這也是同一個人嗎 這是同一個人一次的治療 一次 他當時的想法是 想不用開刀的 因為不開刀也許還比較輕鬆 他當時的想法是 要拉提這個眼皮 然後要把這臉變得比較拉回 要變小 那麼他這樣一次的治療 就是從法令紋的填補 跟太陽穴的填補 然後依照這樣的 法令紋的填補 臉就拉過來了 太陽穴的填補 眼睛就上癢了 從這個垂到上癢 然後這樣的一次 然後他這個肉肉的 他本來還要想抽取 我說不需要的 你只要把這個地方做一個填補以後 你的臉就往中間拉 所以是一次的治療就完成了 他花的時間是 所以他這邊連鬆弛都不見了對不對 鬆弛這個地方已經被鵝蛋臉 拉為重拳 所以肉都不見 往上提整個鵝蛋臉 拉為重拳 所以你的五官如果很好 你的臉變鬆的話 你只要拉回法令紋 鼻部 或者是太陽穴這三個關鍵的位置 你的臉就拉回重拳 對 真的 這個就是用長孝寫的 長孝水凝膠 長孝水凝膠 那我們再看一張這樣照片好了 像這種 本來我們早期想龍筆 大部分都是用開刀的方式 那他要當新娘子 所以他希望能夠快速地恢復 那我們就在他的鼻部 三根 鼻樑 把它填補 另外一個是華麗紋的填補 他的臉就拉過來 而且鼻子變小了 鼻子變好小 對 縮小了 然後這個做的時間 大概花個十分鐘就可以完成了 十分鐘完了 十分鐘 好快 就是鼻子跟臉這樣子 然後自然的程度 大概經過了兩個禮拜左右 它就非常自然了 所以這樣的臉 它直接就拉過來了 臉就拉過來 而且拉完之後 嘴角就相對地比較會上癢 嘴巴變小 所以這個也是維持十年 這個應該是年紀輕得很 十年沒有問題 好棒 所以長孝又快速對不對 對 長孝快速很好 一般現在很多就是 我剛剛講就是從這邊開始補 補那個玻尿酸 補有時候它下針的地方補 可是有時候會有一個洞 一個洞 對 就被嚼 就是被看出來 很醜 就下針的一些問題 當然對於醫術 這個也是審美觀 醫術也是非常地重要 它當然現在有越來越進步 有不同的選擇 對 從本來是半年的 現在可以長孝 對 十年 對 好 院長你怎麼會有發現 這樣的一個方式 所謂的往前固定法 美鳳 你很聰明 這個就是策略的概念 就是說因為我本身是從一個 外科醫生 因為我的臉本來是大小臉 我的臉其實是矯正過 我大小臉 牙齒爆牙 然後我就想說 如果我是病人的話 我如何來改善自己 後來發現臉圓以後 不是切骨頭 磨骨頭 是摸骨頭 把皮膚 骨頭摸一摸後 把臉往中間拉 一個是往中間拉 臉變小 一個是往太陽穴拉 你往上面拉 是挑戰地心引力 你往中間拉 臉會變小 所以美鳳你很棒的地方 是找出這種策略性的觀念 就是往中間拉 臉變小 所以我這樣的心態之下 我就完成這樣的發明 你就是有這樣的一個 一個方向 傳統上我們都想要開刀拉底 對 都是拉底 拉底 你拉的時候 或者你往外拉 臉會變大 你往中間拉 臉會變小 越弄越小 往太陽穴拉的話是天庭飽滿 臉就不會吹下來 因為我們在想 一般傳統拉的話 會把多元皮剪掉 可是你往前那個皮還是在 皮在哪裡 怎麼會那個 所以你就是說有補充它 讓它這樣 膨起來 你膨起來的話撐的力量是 又可以填補 又可以拉體的效果 對 甚至就是有提拉我們眼尾 提拉我們眉尾的這個效果 對 所以剛剛醫生 那個院長也分享到了 就是說 你如果是動手術的話 那當然你要休息很長一段時間 對 對不對 然後時間在做的時候也要 也比較久 那當然 院長這個 因為他本身是一個外科的醫生 所以有些結構他大概都知道 所以他研發了一個 這樣的一個方式 然後就是說 讓你修護期 根本也不用什麼特別修護期 然後可能快 就時間又可以縮短比較多 然後也沒有皮肉痛對不對 而且更 有沒有痛我就不知道 要會用了 更重要的是跟美鳳跟 還有貴賓這個報告的就是說 現在的科技可以先測試 先測試 什麼意思 譬如說你可以先拿生理時間水 生理時間水大概維持半個小時而已 它可以吸收 可是怎麼用 你要定做最美的自己 你可以先在華麗穩的一邊 然後你先填補一點點 你看看填補的力量 有沒有拉過來 看看填了之後嘴角有沒有上揚 先做測試 確定是對你是正向的以後 我們才做就好了 那還不錯 這個比較輕鬆 先評估 先評估一下自己服裝可不可以 對 而且現在的這種測試 你用生理時間水的時候 你只要做了之後你滿意 你感覺那個 甚至你這個做對比以後 你覺得 因為我們的臉通常是大小臉 我們是把它平衡 你可以選擇你比較不好的那一臉 把它做成比好的那一臉還更好 成功了以後你才做 是 所以愛美是人的天性 其實自己看得也舒服 當然不是說鼓勵大家去做什麼 只是說你要找到一個很清楚的 比如說你要多諮詢 多去了解一些這方面 然後你再決定自己要去做的時候 你就是要多想清楚 對 所以我想看完今天的內容 我希望每個人都能擁有完美的線條 當然也就是要美美地做自己 重點就是要去多了解 然後不用擔心就是說 駕駛駛駛或是駛駛駛駛 你就是要多收集一些資訊 然後達到一個自己覺得很放心 找一個很放心的醫生 然後會讓自己變得美美的 對 就是這樣 今天也非常謝謝院長 跟我們分享 謝謝 謝謝 謝謝你們 謝謝